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种的蔬菜或者是水果 出现开花不结果或者是很少果 油果也站不住等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授粉不足 据统计,世界上开花的作物70%以上都需要授粉 那么这个授粉它需要有一个叫传粉者 也就是pollinator 它来把这个粉进行从公花到母花的这种传递 这个传粉者可能是蜂,蜜蜂,蜂鸟,甚至是蚂蚁 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传粉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传粉者 比如说没有蜂,没有蜜蜂,蚂蚁等等 就会造成授粉不足 实际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蜜蜂在有的地方基本上掘积了 或者很少 那么据统计呢,目前的蜜蜂只有100年前的蜜蜂的十分之一 所以没有足够的传粉者帮忙 我们就需要用人工进行授粉 那么我们人工授粉的这样也就是模拟这个蜜蜂所进行的活动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蜜蜂它不停地从这个花飞到那个花来回的这样进行传粉 我们可以看到蜜蜂它的翅膀不停地非常高频率地抖动 这样就把这个花粉飞扬 而把花粉传到不同的母花上面去 同时蜜蜂身上手上都有一些花粉 这样它也飞到别的花垒上 然后把这些花粉传过去 那么我们人工授粉的时候 也就是把公花里边的花粉传到母花那个花粉上面 我们可以直接把公花的栽下来 然后把它这个花粉和母花相对 相touch就是互相地接触一下 让它们授粉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花是公花 什么样的花是母花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花 左边右边的 那么右边的花底部比较肥大 而左边的花底部很细 那么是因为这个肥大的就是母花 因为母花它这个肥大的部分 就是孕育果实的部分 就像人一样 女孩子它臀部要大 男人臀部小一样 我们把这个公花 我们可以摘下来 这样一拧摘下来 然后我们把花瓣 全都摘掉 只剩花心 这样的话我们把那个花心 就和母花进行交配 就是互相接触 亲吻一下 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对其他的母花进行同样的授粉过程 一个公花大概可以授粉五到六个母花 我们这样人工授粉一下 就让做果率增加好几成 那么据统计如果我们不用人工授粉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做果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之间 如果我们人工授粉了以后 它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现在我们来看番茄 那么有人说番茄是不需要人工授粉的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人工授粉可以帮助提高做果率 现在我们来看这四个番茄花 那么最右上角的这个番茄花 它的底部明显的像有一个球在里边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母花 那么从右边数第二中间的两个 显然就是公花 它底部非常的瘦小 我们可以用一个镊子把公花捏下来 然后和母花进行授粉 相对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棉花棒这样来回的授粉 当然这些办法呢都是个功夫活 它要有耐心的慢慢的这样一个一个的做 是一个time consuming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我们用电动牙刷 用这个电动牙刷呢 它可以产生一些震动 而让周围的空气发生震动 而这个花粉可以飞扬 这也是模拟密封的一种办法 好我们看 因为这个电动牙刷以后 它可以在周围这样产生一些震动 而让这个花呢 花粉飞扬 可以达到这个密封的 模拟密封的效果 如果没有电动牙刷 用电钻也可以 用电钻也可以 这样的话 它在周围产生一些震动 一些风 都可以让花粉飞扬 甚至手指这样动动都有帮助 那么我们也可以对黄瓜 你看黄瓜开这么多花 都可以进行人工授粉 南瓜 也开了很多的花 我们都可以进行授粉 从而保证做果律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这样几个人工授粉的办法 这些授粉的办法 哪一个都管用 都可以帮助你增加做果律 增加产量 高产 让你吃不了 兜子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 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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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